回来我们就来看这个最新的民调曝光 这个美丽岛电子报是天天做民调 那么今天的ET Today也公布了民调 赖销配3成9 那比起上一波多了这个1.6% 那侯友宜是33.8% 比起上一波下滑了2.5% 那柯文哲这一组是18.1% 比起上次下滑了1.5% 那你看到大家最关注的这个侯康配 目前还差5.2% 紧追赖销配 5.2%说难很难 说简单也很简单 其实一个事件一个政策 一句话也有可能翻过来 或是一个动作 稍后我们就来看看政党轮替这个梦 可不可能在这样的一个结构之下实现 其实没有不可能 而这是美丽岛电子报第85波的民调 今天最新的赖销配 占稳了4成 40.5% 侯康配 占稳3成 30.8% 那柯营配略微上升 这个16.3% 那交叉分析呢 你看到这个柯营配呢 只跌 前几天都连续再跌 有小生 然后特别是20到29岁 30到39岁有回流 从这个24.4% 22.9%上升到了28.1% 28.9% 这个看起来上升的幅度还不小 还不小 好来今天这个美丽岛电子报呢 它有一张 还有这个沽票的一些总整理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红色的字就是今天新公布的 就是第85波 那它公布是第84波 就是黑色的这个字 就是昨天公布的嘛 当时这个赖销配是40.1% 那今天的数字呢 是加了0.4% 那侯兆配呢 在昨天是30.6% 那今天少了0.8% 那柯文哲这组呢 昨天是14.8% 今天是往上冲了1.5% 然后我们看到 它有很多的数字 比方说它以2016 还有2022的投票率 的平均值 还有2024的选民数 这几个这个背景值 来估算的话 那赖销配 它的票数可能是 584.8万到598.4万 那侯兆配这组呢 大概票数大概是 530.2万到545.2万 都有破500万 那柯文哲这组呢 会是231.7万到 235.8万 那它下面 它也把这个投票率写出来 2016大选投票率 是66.27% 那2020是74.9% 2024的选民数 它也写上了嘛 1931万 1105人 好这一资料 我相信这个亮哥 都看得很仔细 特别是他今天 估出了票数 估出了票数 大家就比较有概念 比较有概念 亮哥怎么看在这个票数 因为我有去问戴利安 他说推估票数是根据过去的投票经验 因为民调跟最后投出来的状况是不一样 你要去估投票率 而且国民党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区块 投票率特别高 比如说黄复兴 所以根据过去就是 有一些经验值 那一般来讲就是 大概民进党 如果赖清德领先的那个幅度 就是要折半 比如说赖清德目前领先 侯友宜的民调 大概是6到7%的话 那大概就是3.5%左右 就是实际投出来会是3.5% 那我看这几个民调 现在有一个地方是侯友宜 他可以感到高兴的 就是他有特别问一题 说你认不认为应该投给 在野的领先者 那结果有47%反对 可是有39%赞成 那这47%反对你当然可以理解 因为赖清德领都不会赞成 那民众党的铁粉也不会赞成 可是这39%就比侯康佩的民调要高 就表示魏表态或者是磕粉里面 有一些人是可以移动的 那我觉得这个就取决于 我觉得未来就是互动会有一些 就是第一个 就是就像赵奥康讲的 你要向民众党提出合作的善意 对不对 包括立法院还有联合内阁 这个要当然侯友宜要自己讲 也许到了最后的两个礼拜 要开始有这个诉求 那第二个 我觉得从现在就可以开始讲 就是政党轮逆 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基本上民众党的选民 并不是这么聚焦在两岸议题上的 他们是痛恨民进党的辩制 比如说你这个贪腐 双标 傲慢 权力垄断 这一类的 所以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侯友宜跟赵奥康 要回应这种问题 就是说除了两岸我们要避战之外 那这个是我认为对两岸很关心的票 应该都回来了 因为像赵昭康 还有韩国瑜都回来 那大概关心两岸问题的 我想早就都回来了 你现在就是要去讲 如果再让民进党当八年 那台湾会有多惨 那这个多惨讲的不是两岸关系 是讲台湾内部 内政会有多惨 就这个政党恐怕就无法无天 你要去强调这个 比如说中天被关了 那下一个就是 TTBS也要被关了 要去讲这种议题 那这种议题 我觉得民众党的选民就听得懂了 还要去讲贫富这么悬殊 生活这么困难 你现在有比八年前好吗 有比四年前好吗 对不对 我觉得要 所以侯友宜今天有提出一个大学生 那个议题 买房那个议题 我觉得这种议题就对了 这种议题就对了 那我觉得大概 当然我还是期待他们有打 赖清德跟肖美琴 个人丑闻跟弊案的议题 因为你要嘛就是拉高自己 增加别人跟你河流的可能性 那事实上最有效的是 把对方打下来 这个就是 我不知道他们的准备如何 搞不好他认为时间点还没到 可是一定要有这种议题就是 我们简单讲就是人设 要把对方的人设给打垮 我认为民进党不容易打侯友宜 因为侯友宜坦白说他已经选两次新北市了 而且他这个人其实生活得蛮简单的 又老实又客气 就是个公务员警察 所以实在是没什么好打的 那个 连那个文化大学宿舍那都被炒过了 对不对 那所以 他们现在在打韩国瑜 又办出来了 就是现在去扯说 不要让他当立法院长 这干你屁事 我第一次看到总统大选在打 不要让韩国瑜当立法院长 这简直莫名其妙 我说你要不要让韩国瑜当立法院长 你努力选过半就好了 对不对 然后不然就三不五十 就打一下赵少康这样 连那个 你跟林湘走太近也被打这样 就是在侯友宜身上 找不到什么议题可以打 可是我觉得 这个基本上 对民进党的攻势 还是要更淋漓一些 就是 大概有一半个许小青就好了 就是许小青就非常淋漓 到处找议题随时进攻 对不对 就是国民党还是给我感觉 怎么只有许小青跟王洪威 比较常看到他们的新闻 那立员党团就给我感觉 好像没有什么力气这种感觉 事实上我随便举个例 我随便举个例 比如说肖美琴的国籍案 你如果要去查他规划的时间点 这个内政部怎么会没有档案 那你为什么会找不到呢 我认为这个如果在邱毅 蔡正元时代搞不好就找到了 邱毅也写了一大篇了 但国民党的部分 好像就打了一半 后来这个内政部讲话 好像就停了嘛 是啊 对不对 对啊 而且我觉得立法院的质询 事实上随时要紧盯着 民众关心的议题 比如说今天这个休克纲 就要去修理潘文中 就是你新闻要加成 要从不同角度 让这个新闻变大 比如说许小新今天去检举法务部 说对各县市都有实际的监看 连郭贝宏都出来指控 就表示高雄市是真的 高雄市承认 说这个就是法务部的例行作业 你知道吗 可是听了就是耸人听闻 然后还有赖清德的便当一个100 那许小新寿命一个才20 这种双标 所以我是觉得有很多议题 就是我的感觉就是 国民党的立委或还有侯伴 并没有一个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攻击小组 火力中心 对对对对 给我感觉就是没有这样的东西 就是攻击的力道跟火力 是有点弱 都变成是个别立委 或者立委候选人 他的本事 那你市场手上有权力的立委 应该可以做一些事情 就是这样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脂菌种和益生菌 所组合而平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技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